第十一集 孙悟空手握金箍棒冲出了兜帅天宫 他不分好人坏人 见人就打 一只打到了灵霄宝殿 此刻二龙神正在凡间待着 玉皇大帝无奈 只好关闭大门 偷偷地派遣游翼灵宫和立圣真君 到西天灵山去请如来佛祖 如来佛祖住在雷音寺 是所有菩萨的头 听游翼灵宫和立圣真君说了 孙悟空的事情之后 如来佛祖二话没说 立刻来到了天庭 猴头 你快住手 你是谁 为什么让俺住手 我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独来 受玉皇大帝的邀请 特意来劝你 放下独刀 独刀不要再打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乱打 我本来是天地间的一块灵石 吸取了天地灵气 化作一个石猴 在水帘洞安家 拜访名师 学得本领 原来如此 那你为什么要在这灵霄宝殿打闹 与天兵打在一起 哼 凭什么我不能在灵霄宝殿打闹 这世间本来就是强者为尊 我比那玉帝老儿本领大 我才应该是这灵霄宝殿的主人 大胆 你知道玉帝修炼了多少年才成为这灵霄宝殿的主人吗 玉帝从小就开始修炼 经历了一千七百五十个大的劫难 又经历了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才能够成为天庭的主人 你这个刚刚变成猴子的畜生 怎么敢说这种大话 哼 我管他修炼了多少年 常言说得好 皇帝罗宝殿明年到我家 总之他就应该搬出去 把天狗让给我 如果他不让 我就打到他让开为止 那你有什么本领 想要占有这天空呢 我有长生之法 又会七十二万变化 一个筋斗 能翻十万八千里 哈哈哈哈 那好 猴头 我们来打个赌 怎么样 我们是在打仗 凭什么打赌 如果 如果你真有本事 能够一个筋斗 从我的右手掌里翻出去 我就请玉帝到西方去居住 把天公让给你 可如果你翻不出我的手心 你还得下季做你的狐妖 不能再到天空捣乱 怎么样 孙悟空 看了看佛祖的手掌 心中不由得暗笑 我一个筋斗 能翻十万八千里 他的手掌能有多大 不过也就一尺多长而已 说笑话蒙人呢 喂 老头儿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你可不能反悔啊 绝不反悔 那行 不行 再等等 我再问你 你能做玉帝的主吗 能 你凭什么说呢 你这猴头 如果如来佛祖打不过你 就说明我也打不过你 我会立刻离开天庭 那好 咱们说好了 谁都不行反悔 绝不反悔 如来老头 你把手伸开吧 如来佛祖随即伸开手 嘿 四悟空一跳 就站在了如来佛祖的手掌上 嘿 老头儿 不行后悔啊 我可要翻筋的咯 你尽管翻吧 哼 你等着 看老孙去耶 孙悟空挺身一跃 一步飞奔 天上的云彩 纷纷向孙悟空的身后飞去 孙悟空足足飞了一天一夜 当他看到了五根粉色的柱子的时候 这才停了下来 这里一定是天的尽头吧 嘿 我得留下些记号 省得那个大和尚耍赖 嘿嘿 孙悟空随手便出一只毛笔和墨水 在其中一根柱子上写上 齐天大圣 到此一游 孙悟空还不放心 又在柱子下面撒了一泡尿 这才满意的飞走了 飞了一天一夜之后 孙悟空终于回到了灵霄宝殿 喂 如来老头 我已经飞到天边 你输了 你快叫玉帝把天沟给让出来 哼哼 你这个随地大小便的猴子精 你虽然一个金豆能翻十万八千里 可也没能反出我的手心 呀呀呀 老头儿 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我已经在天边留了证据 老头儿 你敢和我一起去看看吗 你敢和我一起去看看吗 不用了 我早就看见了 你抬头看看我的手指吧 孙悟空抬头一看 只见如来佛祖的一根手指上写着 祇天大圣 祇天大圣 到此一摇 这手掌上还有我撒的尿 这不可能啊 我明明把这几个字写在秦神柱上的 怎么会在你的手指上呢 我再去看看 孙大圣 孙大圣说完高高跳起 架起金斗云就要向前飞 可是如来佛祖已经不能容忍他继续胡闹下去 只见他轻轻一翻手掌向外一推 哎呀 孙悟空就被压在了手掌下 佛祖的手瞬间化成了一座五行山 把孙悟空牢牢地压在了凡间 到这时 玉皇大帝才松了一口气 哎 多谢如来 玉帝客气了 启禀玉帝不好了 那妖猴不服快要从五行山底下挣脱出来了 他的头已经露出来了 啊 啊 佛祖 快快帮忙 好事做到底呀 哈哈 没事没事 我这里有六字真言 可震住五行山 请玉帝下挣脱 请玉帝下挣脱 让五行山的山神和徒弟照顾那头 饿时给他铁石 可时给他铁丸石 可时给他铜支盒 一切都听佛祖的就是 是 就这样 孙悟空 终于被铁石 终于被制止住了 而他大闹天宫的壮举 也就就此告一段落 几天之后 在西方极乐世界里 很多菩萨罗汉聚在一起 聚精会神的听着如来佛祖在说经论道 这世界四大洲里 善良的人很多 坏人也很多 比如东圣神州敬畏天地 善良的人居多 北巨卢州呢 那里的人为了吃饱饭 大家出去打家劫舍 虽然是被逼无奈 但终归是不好的 这其中最好的 要求我们西游鹤州 不贪财 不杀人 每个人都很长寿 而最不好的地方 那就是南善布州 那里的人 谈财财好色 最喜欢杀人斗鲁 佛祖可有方法帮助他们吗 管是阴混的好 我这里有三藏真经 能够帮助那里的人 喜心革面 做善良人 请问佛祖 是那三藏真经呢 我又有法一藏 谈天 论一藏 书地 经一藏 度鬼 这三藏经 共有三十五部 共计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 这是真正修善的法门 现在需要的 就是一个有法力的人 到东土去 寻找一个潜心的取经人 梦想遥遥无际 刚才您听到的是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语言艺术专业委员会主推的 少年国学精品工程剧目 大型少尔版广播剧 西游记 演播人员 余小子 罗林山 李嘉宜 刘世元 艾薇等 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语言艺术专业委员会监制 由3w.kting.cn库厅网 北京东方视角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联合录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